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十九年前神学讲座 你参加吗 二十九年前参加过神学讲座的举手 一位 两位 二十九年前 三十年前 当我还二十七岁的青年人 所以我就要问说 到底我的生命是何去何从 我的未来在什么地方 那个时候 刚好唐牧师来就办神学讲座 就是范安会范姐 邀我来参加 他说你会录音 你就来帮忙录音 我那个时候就戴着耳机 然后听唐牧师在台上 他在讲 他说 启示跟真理 启示是什么呢 就是一瓶盖子 水在里面 什么东西在里面 你不晓得 把它打开来 打开那个动作就是启示 让你看得见 是上帝主动把那盖子打开来 把真理向你启示 所以我那个时候从来没听过这样子的道 所以我就睁大了眼睛 然后我那个耳机带起来的时候 那个声音会比现场更大声 我就把它开到很大声 一个字一个字就给它灌到耳朵里面去 把我灌到我的心里面来 所以我那个时候神学讲座的几届 我的录音 我听到的东西比你们都还清楚 所以那个时候就如雷灌耳地 让上帝的真理去充满我 所以呢 大学生何去何从 就是年轻人何去何从 从那个时候呢 唐牧师的道的归正信仰 就奠定我一生的基础 然后到了两千年的时候呢 就是开始西伯来书的查经 西伯来书查经两千年 唐牧师查第一章的有来的举手 两千年 还是差不多七八位 那时候我也参加 到了后来呢 西伯来书快结束的时候 2003年 然后呢 有一次我在底下 在那边听到 唐牧师说 宋弟兄 你站起来 吓个跳 他叫我做什么 他说你愿不愿意到印尼去帮我录音 我说 你当场点名我 当然谁也愿意啊 OK 好 我就去 在飞机上面呢 就跟唐牧师就聊起来 我说我 他的道 影响我非常非常的深 建立我 很深的这个信仰基础 那当时呢 我就在想 这个 三十岁左右 我在想说 什么时候可以跟唐牧师一起同工呢 然后后来想一想 哇塞 他讲到那么凶 我看算了 何必惹这个麻烦呢 这样一晃就晃十几年 他不是说 那上帝就呼召你 就是你就来布道团 哇 就在那个飞机上面 然后两个就握手 然后我就进到布道团里面来侍奉 这样一眨眼 从2003年到现在 14年过去 那我听的道是 真的是非常感谢主 在这个人生的何去何从 我们未来的何去何从 的时光里面呢 唐牧师的道就深深的 透过这个归正信仰 就在我心中来扎根 那我平常我都会做笔记本 所以我笔记本我都留下来 这是2004年的笔记本 然后满满的字 上面还有打三个三角形 特别重要 永远要牢记在心里面 上面写 要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 发挥你的恩赐 要超越你的自我的设限 自己的设限 你自己想的那个设限要超越 要达到神给你旨意的 最后的极限 上帝的旨意远远超过你的设限 他的旨意最后的极限 所以何去何从 已经清楚地指明我们的道路 真理 归正信仰的真理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会 达到最后的极限呢 我们只要想到我们还年轻 我们就是要继续往前走 保罗说 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所以归正信仰给我们的是说 你未来前面道路 要成全 上帝在你身上有最好 最后的成全的工作 所以我们永远要用年轻的心 要领受上帝的真理 所以这一次的 何去何从 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预备好 约人来 邀人来 你们自己来 然后呢 左边拉一个 右边拉一个 前面带一个 后面跟两个 好 最好是一群人来 把你们教会的团契的大学生 都带来 来这里绝对绝对会找到 刚才我自己的亲自的见证 前面的道路 这归正信仰会带你进到 上帝的真正的旨意里面去 台湾的未来在什么地方 我们说 年轻人是未来的什么 未来的什么 主人翁 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我们未来的青年 他就是要继承我们 要往前面推动 想当年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的国家还算是我感觉 那个奋斗力 还有跟往外的这种推展的视野 还相当相当的辽阔 现在看到这个国家的整个局势 好像感觉了有封闭性 出国的人念书也不多 开见这个什么看新闻 很多的节目里面都看不到我们的眼界 新闻全部都是台湾的新闻 全部都是八卦的新闻 我们的年轻人也是每天在手机里面 在那边浏览 我有时候在看他们在看什么东西 他们都是打电动 OK 然后LINE跟朋友这样子 你一句我一句 你一句我一句 没有真正的在上帝的真理里面 来造就自己 所以这一次的研讨会 何去何从 大学生何去何从 方方弟兄姐妹 我们极力的邀请 你的团契 你的周边的朋友 然后年轻人 不要说是大学生 只要年轻人 你感受到你是年轻人 你就是需要听这个讲座 好不好 好 那我今天做健身到这里 所以说 我说这就像这个文章 我说我说 你那个文章 是那么一句 神经病的员 就像这个文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